大家好,我是魔女佳儿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动人的日本动画电影 《朝花西式》 亚尔夫一族常年以置部为生 他们常生不老,远离人世 因此被外界称为别离之族 女主马奇亚 有着一个性格和自己相反的好朋友,雷利亚 雷利亚像个假小子 从高墙跳下水里,没有半分犹豫 好像自己本来就会飞一样 马奇亚望着水里的雷利亚 心里很是羡慕她这份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 由于不劳不死 族人会将自己所想的编织进《昔日志》里 《昔日志》记载着他们那些年来被岁月消磨的记忆 长老告诉马奇亚 只要一天留在亚尔夫 他就不会是一个人 倘若有朝一日马奇亚离开了亚尔夫 也要切记一定不能爱上外边世界的人 对于长生不老的他们 爱会让他变成真正的孤身一人 这时的马奇亚十五岁 并没有完全明白长老的意思 夜晚 马奇亚看到自己的另一个好友 克里姆一个人走向花园 跟上去才发现她和雷利亚彼此相爱着 就在这时候 梅萨帝国带着上古神兽 雷纳托清洗了亚尔夫 克里姆让马奇亚去智慧长老 马奇亚冲热的吸热塔找不到长老 族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吸热治 而将吸热塔锁上 马奇亚因此被困在里面 梅萨军队来到众人面前 领队将军传递了国王的命令 要带走这里所有的女人 族人不愿 他们就强硬带走 场面陷入一片混乱 期间 一时得了赤眼病的雷纳托 开始不受控制 一头撞入了吸热塔 他疯狂的追逐着被关在塔中的马奇亚 马奇亚因为一时紧张 抓住了吸热治 被雷纳托带出了邀尔夫 此时的雷纳托寿命已尽 马奇亚随着他撞进了一座森林 回头看见邀尔夫也被大火吞食 他只能漫无目的地向前走 正当他万念俱灰 准备跳崖的时候 听见了不远处帐篷里传来的婴儿哭声 婴儿的母亲 虽已被强盗杀死 但手里仍紧紧地抱住婴儿 马奇亚在这里遇到了每次来亚尔夫收取吸热治的商人巴罗 巴罗对于生死非常漠然 并没有打算收留婴儿 听见婴儿的啼呼声 马奇亚缓缓上前 婴儿又小的手掌一把抓住了马奇亚的手指 马奇亚知道 他不能让这个孩子死在这里 于是他从婴儿母亲的手上带走了婴儿 告诉自己从今天起 这孩子就是属于他的吸热治 为了给婴儿吸取奶水 他带着婴儿偷偷来到农人家的养圈 农场女主人弥朵发现了他 弥朵看出马奇亚是亚尔夫后裔 好心地收留了马奇亚 当他问起马奇亚婴儿的名字 马奇亚给婴儿命名为艾瑞尔 隔天弥朵带着马奇亚到镇上找工作 老板看出了马奇亚是亚尔夫的身份 但看在亚尔夫的布可以卖个好价钱 老板答应了 弥朵为了让马奇亚能在这里安稳地生活下来 给马奇亚染上了新的发色 艾瑞尔也在马奇亚和弥朵一家的照顾下顺利成长 在艾瑞尔学会走路的那一天 马奇亚被村民夸奖越来越有妈妈的样子 当艾瑞尔叫他妈妈 他高兴地不断让艾瑞尔再说几次 镜头切换到梅萨帝国 越来越多的雷纳托因患上了赤眼症而被扑杀 如今健全的也只剩下无知 这让国王更着急了 得拥有比雷纳托更有智慧的人物 才能维护梅萨帝的势力 他决定让抓来的亚尔夫少女 雷利亚嫁给自己的儿子 被育出亚尔夫长生不老的血脉 被软禁的雷利亚虽然不愿意 但也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 六年过去艾瑞尔长大了不少 玛西亚告诉他自己出生的地方一般不用文字 他们都用织布来传达新意 玛西亚给米朵家的狗狗织了昔日志 希望他的病可以快点好起来 狗狗已经很老了 算成人的话也已经90岁了 一天 玛西亚在老板手中 从他人编制的昔日志中 读出了雷利亚即将和梅萨帝王子结婚的消息 镇上开始传出各种有关于玛西亚不会变老的流言蜚语 玛西亚不得不开始打算带着艾瑞尔离开这里 回家的路上艾瑞尔匆忙的跑了过来 原来狗狗终究还是去世了 他们一家在山上埋伤了狗狗 埋下土就再也见不到了 对从未经历过信有离世的玛西亚而言 相处数年 狗狗的死 让他第一次尝到了世间最痛 想到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会比他更早死去 才知道原来长生不老是上帝对自己最大的惩罚 米语朵的大儿子朗格告诉他 叫妈妈的人一定是不会哭的 听到这句话的玛西亚止住了眼泪 和朗格互相告诉对方不要哭 几天后 马西亚带着艾瑞尔乘船离开了这里 他决定要去找雷丽亚 在船上 他遇见了同岛上前往梅撒地救雷丽亚的克里姆 他们来到梅撒地与其他族人会合 商讨着拯救雷丽亚的大忌 第二天早上 终于来到了雷丽亚和王子的大婚 克里姆刻意刺伤雷纳托造成混乱 马西亚趁机来到雷丽亚身边想要带走他 但此时的雷丽亚已经不一样了 他拉着马西亚的手摸了自己的肚子 原来他怀上了王子的骨肉 高傲倔强的他没有面目再见克里姆 早已不是那个高墙上会飞的雷丽亚 拯救计划失败的克里姆隔天就离开了马西亚 他认为带着孩子的马西亚只会拖了自己拯救雷丽亚的后腿 这回又剩下了自己和艾瑞尔二人 马西亚选择了不再回到农场 他受不了建立起感情的人一再与自己离别 他们来到了新的地方 但带着孩子的马西亚实在很难找到工作 晚上他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家 看到地上的针织机 以为艾瑞尔再给自己添乱 一时七分骂走了他 窝了艾瑞尔所知的昔日志 上面竟是一句妈妈 马西亚冲了出去 看见艾瑞尔平安无事 还老想着快点长大可以保护他 马西亚和艾瑞尔约定自己再也不会哭 八年过去了 重回梅萨地的马西亚和艾瑞尔容貌年龄相近 只能以姐弟相称 在掘管里工作的马西亚重遇了朗格 这时的朗格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小少年 他成为了一名军人 成为少年的艾瑞尔也改变了很多 数年前意识到马西亚并非自己的新生母亲开始 已不再是以前天天黏住妈妈的模样 画面切换到雷莉亚的女儿 梅尔小公主 梅尔没有继承到母亲的特殊体质 因此并不受宠 从小也不被允许与雷莉亚见面 这些年来 王子厌倦的雷莉亚 几乎都不待见他 被软禁在宫里的雷莉亚 被逼穿戴的花枝招展来取悦王子 以为亚尔夫一族一面的他 唯一的希望就是能见自己的女儿一面 但这个愿望似乎比登天还难 城堡在寺命人找出亚尔夫的后裔 城里不再安全 朗格希望马西亚带着艾瑞尔和自己回到农场 他一直对马西亚有着非一般的倾诉 马西亚拒绝了朗格 回到家马西亚告诉艾瑞尔 他们又得搬家了 隔天艾瑞尔却找上了朗格 希望他提拔自己当个守城卫兵 城里的人都以为马西亚和艾瑞尔是情侣关系 艾瑞尔认为自己带在马西亚身边只会拖累马西亚 但是保护不了他的 在墙后听见一切的马西亚只能强忍着不舍 放手让艾瑞尔离开 让人想不到的是 马西亚被闯进屋里的克里姆带走 数年过去 朗格当上了军团长官 艾瑞尔也长大成人 他的妻子塔蒂怀上了他的孩子 这时的梅萨帝国遭到了中国联合发动的攻击 艾瑞尔赶回城里 战况惨烈 国王和王子只顾自己逃跑 丢下了雷利亚和小公主梅尔 克里姆这些年来不断想着拯救出雷利亚 带着亚尔夫的族人回到城前的日子 他原打算带着马西亚潜到城内 但图中两人不幸种散 克里姆独自闯入王宫 找到了雷利亚 此时的雷利亚却只想见上女儿一面 以为克里姆已死的他 早已放下了和克里姆的感情 克里姆知道和雷利亚无法再回到过去 想让雷利亚和自己一起死在这里 将军赶到 为了保护雷利亚 他开枪射杀了克里姆 克里姆逃到了一棵大树旁 血流不止 马西亚听见了塔蒂因为震头发出的声音 孩子就快要出事了 外边艾瑞尔战况惨烈 马西亚陪在塔蒂身边 才让他得以支撑下去 顺利缠下宝宝 宝宝抓住了马西亚的手指 远续的回忆再次回到了马西亚的脑海里 梅萨蒂战败 马西亚来到城里 告诉了受伤的艾瑞尔 孩子成功出事的消息 以为人妇的艾瑞尔告诉马西亚 是他让自己学会了温柔 坚强 决心 以及爱人之心 听到这一切的马西亚 心满意足 他要离开了 尽管艾瑞尔求他不要走 喊了他久违的一句 妈妈 马西亚还是让朗格 带着艾瑞尔回到塔蒂身边 让他守护属于他自己的归属 马西亚来到皇宫 即死不明目的克里姆 闭上眼睛 可怜的克里姆 原本可以有这美好未来的他 只能在悔恨中死去 高塔上 雷利亚终于如愿地看了女儿一眼 对母亲没有任何记忆的梅尔 却问了一句 你是谁 这句话让雷利亚意识到 梅尔虽是她痛苦里唯一坚持下去的希望 但也是她痛苦的过去 如今自己和梅尔之间只有血缘 却没有情感上的羁绊 雷利亚决心放下那个不幸的自己 听见马西亚的呼唤 她在高塔上一跃而下 骑着雷纳托的马西亚接住了她 她在空中喊着让梅尔忘掉她 告诉自己要忘掉宫中的生活 她竟选择了自由 即使再有不舍也只能拼命往前 很多年过去了 马西亚来到了艾瑞尔生活的地方 她们以前一起生活过的农场 从她们女儿的口述中 马西亚知道这些年来 艾瑞尔和塔蒂过得很幸福 来到了艾瑞尔的房间 此时的艾瑞尔已经老得只能躺在床上 她开口对马西亚说了一句 你回来了 想必这些年来艾瑞尔都在等她吧 马西亚给她盖上了当初那张细日志 亲吻了她的额头就像她小时候一样 艾瑞尔终究还是离开了人世 回往过去在这里经历的种种 马西亚没有守住不会再哭的承诺 即使离别很痛 那马西亚人认为能遇上艾瑞尔 是自己这辈子最幸运的事 她坐上了巴罗的马车 坦然面对别离与新的相遇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克里姆爱雷莉亚 更爱过去的自己 沉醉过去泥林深陷 导致了她最终被时光无情的抛弃 雷莉亚从一个自由不羁的女子 饱受折磨后失去自己 最终看透了一切 放下不幸迎接未来 这波西是否在告诉我们 不要过度执着于过去呢 张老曾告诉马西亚 对于长生不老的他们 爱会让她变成真正的孤身一人 马西亚却从与艾瑞尔的心情 以次次与他人的邂逅 丰富了自己的人生 编织了不一样的稀日志 对于马西亚而言 相遇相知的美好大于离别的痛 选择坦然接受离别 指引那些美好的过往 赋予了她即使带着伤痛 也能拥有想要重来一次的勇气 我们没有长生不老 短暂的生命里 一切更显珍贵 感谢过去 也感谢自己经历了那么多 还能拥有一颗柔软的心 这期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影片的YouTube朋友 欢迎点赞分享 以及点开订阅旁的铃铛 至于喜欢我影片的B站朋友 欢迎点赞分享投币关注主微波 我是魔女佳儿 我们下期见